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再升3.17% 报390.5% 重返接近去年6月楼价水平 也是与去年中的一个历史高位距离收窄至1% 那继续由中小型的单位领升 暗月是升于3.2% 承接了今年楼价回升 整体租金也跟随连升第二个月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之后 大家来讲的话 这个楼价好像持续再升 虽然股市不太好 那您对这个楼价未来的一个走续 是有什么样的预估呢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股票又不是掉的很多 可是大家对股票市场 没太大的信心的时候 传统的有钱 要就是把钱转到去 就是房地产市场去 这个是一直的习惯 这是垂直我们看的住宅 可是我更看好是香港的工厂市场 工厂产业的比方说在船湾 还是在新债地区的厂房 厂房方面来说 其实胜浮是比住宅更多 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 住宅方面平均是三点多个%的上升 很集中在新债地方 新债洞 张军澳这种 这不是九龙也不是香港的地方 这是我们比较以下厂房方面的胜浮 其实过去一年升幅超过15%到20% 就很多投资人也是比较 我看这是比较多投资人 还是喜欢把钱 特别是香港 把钱投放在物业市场 不管是住宅还是在厂房 还是办公楼 这是最近发现是后者 就是厂房跟办公楼比较多 所以我看住宅的价格 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不能说它肯定要掉下来还是什么 可是在历史高位肯定心中肯定有个底 就是有点压力 它不敢去碰这个事情 你看这个住宅平均是上港 一万多一个平方是十多万的 就是在厂房工厂在床房 现在最近看过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 我一年多钱买的是一个平方是27500 今年已经去到差不多11000块钱了 然后之后的今年再看 最近再看已经到 在差不多位置了 在床房已经到4300一个平米 增加了一倍差不多 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两年到三年之间 就是减两三年 其实很多住宅也没有这个升幅 可是投资人还是现在 你要上港的牛房市场掉下来也很难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只要说上港储处率 就是钱很多 还有就是我们做的首付还是比较高 首付一般来说是五成到六成了 所以压力基本上没有那么大 就是你掉一点也不急 好像要泡出去 没有这个税求在街面 所以我看牛家住宅是中小型的 一直在胜一点 因为我们有实在的税求 你看最近的一段时间 上港部市有推出一个聚务 聚集有齐务 那现在很多人去看这个东西 对 宣景 对 所以它是上港的住的税求还是很大 中小型的就是说的300尺的 30到40平米的这种 所以住宅我看是应该是比较稳 掉下来 可是现在已经差一个趴着 到历史高位了 要是你做投资 投资肯定不要上了 因为看历史高位肯定不会投 掉一点也心中就放了 你自己住可能可以 可是在工商业方面的 那是牛房市场还是看得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可能这个 投资的这个理念来讲的话 可以聚焦在一个比较分散一点的 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其实您觉得这些地产股和楼价 它们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关系还是两个关系吧 一个是牛房价钱往下掉 这个肯定是对地产股有影响了 第二就是对我们看是整体大盘吧 大盘也是最近表现得不好的 其实对地产股 还是有另外一个压力在截变 主要都是看收益率的 所以我看就是房地产市场 要是在 就是主要看新的流盘吧 二手市场我们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是二级市场 二手市场在流房的买卖还是挺幅 可是新流房的出售 其实他们定价 其实是比较保守 我们发现它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不上三年到四年之前那么进取 所以这个也是对地产股方面的 你看我们刚才说连续的四个月 对 就是牛房 市人住宅楼价在涨 在涨嘛 你看到股价 但股价就没有 股价还是在跌的 因为是大盘还是投资情绪还是比较低 大家也是 因为市人住宅跟这些地产股 其实关系没那么大 他们都看他们的新建的流盘 投资的是未来的 对 未来 还是他新建的流盘的定价是怎么样 我刚才说定价比较保守 就是他们也不太看好现在扣买力 所以对他们未来一年到两年的收益 肯定没有自己钱那么好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产股上股还是比较大的压力